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今天要做大肠镜 怎么他在做大肠镜的时候要麻醉 所以的话他就把他的总统的职位 就移交给了副总统一个半小时 然后他手术过以后他又夺回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这位 我们酒坛不厌的政治明星 在这个礼拜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样 要想把油价给降下来的 那我也做个议测看看他的这个做法会不会有效 那另外我也想要提到在这个礼拜 刚在众院通过的拜登总统的Build Back Better 1.7万兆亿的这么一个大的project 我们能不能相信给我们的这些promise会不会实现 我要告诉大家在另一方面 你会觉得极端无法相信的 就是要将边境被驱逐的每一个人赔偿45万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同样没有道理的就是 你知道吗 有30%的选民同意 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深思跟警惕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光怪陆离无法相信的事 其实他们的帮凶就是许多主流英文媒体的左派 他们绝大部分都在这里心有关 我们特别讲一些例子来让大家看见这些真相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 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时候 终于举世瞩目的盼望已久的望穿秋水的 中美的视频会谈 也就特别是以拜登代表美方 习近平代表中方的拜习会 终于登场了 经过四个小时的视频会议 两边终于达成了唯一的共识 这是什么共识呢 就是双方没有共识 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基本上是各讲各话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美国特别是这个白宫在整个会谈落幕过以后 他所讲的是说 拜登总统在会谈当中强调了 美国将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 并与盟友和伙伴们 一道确保二十世纪国际 二十一世纪国际行为准则 能推动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和公平 那拜登总统也表达了 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方面的做法 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 然后他也表示说就如之前的预期 这次的美中会谈 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 那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怎么讲 北京就是还是很官方的 就说这次的会议是坦率的 有建设性的 一般坦率的有建设性的 基本上就是表明两边没有什么 特别的达成的什么成效 他说是实质性的 然后他最后加了一句说 还是富有成效的 真的有一个成效 我们必须要这边谈谈 就是美中决定要结束媒体战 什么叫媒体战 他不是说我的媒体要骂你 你的媒体再来攻击我 这种媒体战 而是因为中国率先 对于美国记者的签证问题 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以至于那些美国记者 再也没有办法待在中国进行报道 所以都统统回家了 那么美国作为外交对等 对于中国驻美的记者 也采用同样的签证管理 以至于在美的中国记者 也大大的缩水 那么现在两边决定说 好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机制 然后双方要互拍记者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互相报道 互相了解 也许 我讲的是也许 因为说的话算不算数 这个我不知道 四个小时达成的一个共识 就是没有共识 那我们知道说实际上 在这个会谈之前 川普已经就淡出整个的画面了 这个拜登 可是他的民调比川普还糟糕 我们上期讲过说 他已经达到38%的支持率 所以底气不足 而习近平刚刚开完六中全会 19代六中全会 所以他已经树立了 新一代领导人的整个的地位 所以的话完全其实上是不一样的 于是他就一开始就说 老朋友你好 没想到 这个拜登说对不起 我不是你的老朋友 我要跟你今天坦率的说实话 说什么话呢 就是我们竞争可以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机制 这样的话 我们竞争竞争就不要变成敌人 以至于我们还可以避免一些 在地区的政治方面的一些冲突 当然我知道他讲的更多是台海方面的冲突 好 会谈完以后 美国说我们的立场不变 我们对待台海还继续是使用 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 继续来维护现在与台湾的关系 中国就一中各表了 他说美国不支持中国 所一直反对的台湾的台独 可是没想到拜登在过了两天 在新汉布希尔州的会议当中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说漏准了 他说台湾他已经独立了 所以台湾的命运应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 然后惹得后面的一群官员在后面为他擦屁股 说我们这个政策没有变 没有变还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实际上这一次的会谈 没有谈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包括在第一阶段所签订的美中贸易协定 现在还执行不执行 面对现在全球的供应链 两国要做哪些的努力 来缓解这样的供应链的危机呢 等等等等 所有的都谈不拢 是鸡同鸭讲 那么就可以凸显出来说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拜登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要来说服 不仅是他自己的党内的这些支持者 也要说服那些共和党的领袖们 他在处理外交上还是有魄力 有领导力 并且真正的能跟他所描述的 可以团结国际的盟友 一起来推动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和公平 你相信他能做到吗 我们拭目以待 再讲到这个外交事件 我来讲一个跟这个美国老百姓 有切成关系的 就是油价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油价现在蛮高的 刚才我太太说 Costco的Redwood City还好 4块2毛9 外面5块钱 当你听到说4块2毛9还好的时候 你可能就对历史没有 对去年的油价 可能也没有一个印象了 这么高的油价 在美国造成了很多人的意见 也是其中拜登总统民调低的一个原因 那白宫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那拜登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都怪OPEC Plus 他们生产的不够多 所以要求这个OPEC加上俄国多生产油 被人家给拒绝了 虽然没说 但是人家在想你自己可以挖油不挖 为什么要我们挖 之前在川普总统的那个执政的时候 美国基本上 其实美国可以出口油了 美国达到了这个能源的独立 那拜登上台之后呢 改变了这个能源政策 让美国很多的这个公司 最开采的这个投资不够 以至于现在 要一下子这个产油也产不出来 好 那这个OPEC Plus 要不甩不甩这个美国了 那那个拜登的下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就要求其他几个国家 跟美国一起要来开放石油储备 大家都知道这个石油储备一开放 当然这个市场上的供应就多了嘛 多了油价就会降下来 所以这整个就是一个 supply and demand的一个问题 那可是呢 这个Oil Reserve 一共只能大概提供 20到30天的油 所以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那又出了另外一招 这招呢 就是让一个政府机构叫FTC 去调查这个石油公司 是不是把这个油价 卖给我们的这个汽油 定价太高 想要用这种行政手段 要把这个油价给降下来 那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他当时在这个能源政策上 其实他并没有一个 高瞻远瞩的一个计划 其实这就是一个 supply and demand的问题 其他再什么样的这种方法 只不过是短期的一种 想要用一些行政手段 或者是外交上的压力 为什么不尊重这个市场呢 为什么不在这个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石油价钱最近降下来了 不是因为这个白宫做了什么 是因为现在 有个坏消息 就是欧洲的这个 新冠疫情 现在变得很严重 就有些国家 像比如说奥地利 就又重新拉杠 所以again 就是demand降下来了 demand一降下来 supply够了以后 这个油价就上去了 那我就是很希望说 拜登的团队 稍微对这个经济上的 一些很简单的 一些规律 能够更加重视 在选举的时候 不是说 we follow science 对吧 这个 新冠的science 其实已经够 很复杂的 但是有时候 这个business的science 事实上是蛮简单的 101 但是拜托 follow一下science 刚才邵阳跟苏晨 讲到现在 白宫行政团队 各样的荒腔走板 那我们再讲 另外一个 也是令人喷血的 就是大家也听过了 内阁有几个部门 在协议 至少本来在协议 是不是要补偿 边境被遣送出境的 这些人 他的家庭 那么这个数字 重点是 数字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四万五 重点是一个人四十五万 那这个当然 大家已经知道 这么一个新闻 而且事实上 也被大家广泛的谴责 所以你仔细想一想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是一个 令人相当 费解 而且会 想一想 你会很生气的事情 我们已经指过 在一个相对 补偿的位置 因为不论是 从军人为国捐取 他数字 或者是911 遇难者的数字 都比这个小很多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以前孟子上 所谓见牛不见羊 它还加上一个 放大气的作用 那我今天 其实不是在 重播这个新闻 而是要看一看 原来 我们的整个生态体系 比这个复杂 因为你很难相信 就这件事情固然向你预测 大多付出民众 是不赞成的 其实民调有六成 是反对的 合理 但是 另外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另外的百分之一 他就是说有三成 是同意的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将近一成 是说不大确定 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 这样的事情 有十分之一的人 不大确定 然后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不是个小数字 他们是赞成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觉得我们在现在 可能确实不只是 在舞台上的这些 左派政客 荒腔走板 应该要被换掉 至少换个脑袋 事实上他们支持 支持他们上台的这些选民 还有我们自己当中 是我们可能需要很 静下心来 平心静气想一想 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而且是令你忧心的 不是吗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一个 一个意见 觉得是 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 他觉得 你把人家非法入境 拆散 赔四十五万是对的 这个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 这里面并不见得 是绝部的主义背景 可能某些主义 比较拼向这样 某些主义比较反对这样 但是我们千万也要小心 不要把这个 主义问题 这就是说明 我们现在这个混乱 其实台上固然是混乱 台下也是混乱 这是我第一部分 想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 我想不断地提出来 也就是希望 当我们正视 我们才有机会来讨论 来恢复 对错黑白 那当然在民主言论当中 大家希望有一个包容性 但这不代表 最后变成一非成事 那我们再拉回到 我们的政治明星拜登 那他今天又碰到 一件头疼的事情 因为威斯康辛州的判决 说这个Kyle Rittenhouse 这位被告 是所有罪名都不成立 是被判无罪 那么他听到了以后 他表态说 第一 他是站在陪审团的那一边 尊重陪审团的决定 另外他重申 他的承诺 是说他上任以后 要来将一个分裂的美国 进一步的来加以融合 可是 他又表示了说 这样的判决 会让很多美国人 都非常担心 就等于把前面的 这些的正面的效应 全部抵消 而他的一些猪队友 更是发表一些非常煽动性的言论 当然更不用讲说 这个BLM已经扬言了 说如果说要判无罪的话 那么大家等着瞧 有新一波的 这个所有的抗议 那么在 今天晚上 六点钟 在奥克兰十四街和白老汇街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抗议 那么除了抗议以外 会不会有我们去年夏天 所看到的打砸抢烧呢 那其实不管是马上 我们会不会新面临的 一批的打砸抢烧 还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蔓延加州蔓延湾区的 所有的枪支暴力 我们都不仅要问 虽然这笔账不见得能够 算到拜登总统的头上 但至少我们看到这个国家 实际上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 我今天是代表福利盟市 去参加了我们福利盟市的 23个月大的Jasper Wu 他的葬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在高速公路上 在经过奥克兰的时候 被榴弹击中 不幸上升 没想到就在昨天 也就是18号 那么在旧金山 这个海湾大桥的 收费站附近 又发生一起 类似的人间悲剧 一家四口坐在车里 那个妈妈28岁 后面坐着两个孩子 他在去建功面世的途中 他看到有枪击发生 他就掏出他的手机 要把这个枪击录下来 没想到正在他录的时候 一颗子弹 穿过他手持的 这个手机 打中他 当场夺取他的生命 死在他的两个孩子的面前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的惨剧 是发生在当天早上 9点12分的时候 光天化日之下 那我们不禁要问说 究竟要多少起这样的人间惨剧 才能够唤起大家的意识 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反思 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看了一个新的民调显示 在去年6月的时候 有41%的受访者 说我们要保持警察的经费 或者增加警察的经费 其他的人都是说 要么不确定 要么就是说 我们要删除警察的经费 减少警察的经费 我们叫做defend the police 那么到了今年的10月份 又做了一次民调 就发现说 受访者有61%的人 说我们要保持 甚至增加警察的经费 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向 所以说明民众也深受其苦 呼吁说我们需要有更强的警力 来维持恢复我们社区的秩序 社会的秩序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拜登 他在外交上也好 他在内政上也好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不光光是喊个口号 他要确实的来帮助美国 重新和好摆脱暴力 其实这礼拜 对拜登总统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礼拜 他几天前刚刚签了这个基建法案 大家应该知道基建法案 就是有一兆亿 其中有5500亿是新的钱 那这个法案 可以算作是一个 Bipartisan Bill 也有二十几位的 民主党的众院和参议院的 这些议员们 参议院中议员支持 那这个之后呢 马上这个众院就通过了 Build Back Better BPB 通过了这个Budget Reconciliation 上次做一个预算 那这个是1.75兆 那这个预算呢 是更有争议性的预算 因为在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的议员 会支持 为什么他们不支持呢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认为说 花这个钱是没有必要 特别在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是 美国刚刚印的很多很多钱 是8兆亿还是多少 然后又是通货膨胀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 又拿没有的钱 去发给别人 只会造成短期来说 更多的通货膨胀 从长期来说呢 这个事实上是 美国朝的社会主义 又迈出了一大步 有这个 有更好的福利 那我想从个人来讲 没有什么坏处 可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钱不会从树上 自己长出来 对吧 总是要有人付的 那这个代价 所以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付的这个代价 给你得到好处 是不是make sense 我想很多人都很担心 这样搞下去的话 我们以后的孩子 接手的像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一个经济 另外还有就是说 当很多东西都是 免费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人 去努力的这种心智 我们其实 在社会主义 待过的地方都知道 大锅饭的这个危害性 所以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说 不用担心 这个 it's all pay for 就是说这个花的 每一块钱 都会有 都会有收入进来 可以抵消 但是你觉得 这个可信吗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然后中间有很多 很复杂的 这个execution 你觉得拜登的 这个团队 这个政府 有这个能力 能够做好吗 就是说 我能够信赖他们 去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 去做一个这么大的project 你看看阿富汗 弄成怎么样 你看看现在的 这个通货膨胀 弄成怎么样 人员政策怎么样 边境怎么样 这些都是 全所未有的 这个失败 基本上好像 改变了政策 要做的事情 都带来很负面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时候 真的能够相信 把这个1.75兆 放在 放在这个 放在他们的手中 让他们来花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可以 好好地想一点 我自己是觉得很不放心 大家拭目以待 现在最后一道防线 可能就是这个 West Virginia的 Joe Manchin 这个Senator 现在这个 这民主党内 也是Fulco Press 因为就是说 就他一个人了 希望他能够顶住 尽量这个 减少在这个1.7万兆里面 那些 那些现在不需要的 其实他提出来说 是不是就 等到明年再说了 我们真的就是 我个人是希望说 他能够顶住 确实现在 并没有这个需要 花这个钱 特别是已经 1万亿的基建计划 已经通过了 先消化一下 做做看 为什么急着 要把更多的 这些 上更多的项目 他们一口能够吞下 这么多吗 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刚才 不论是从 Kenosha Ritting House 讲到经济 法案 能源价钱 还有刚才提到的 要后代用纳税人 你的钱来支付 被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 就在在难怪 难怪民调 白登真的是40年来 民调最差的总统 事实上 为什么是40年49 有从民调开始来这样的一个调查到现在 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声望 其实真的确实是得到谷底 但是我们刚才也特别讲到说 我们原来选民当中 我们也是很警惕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支持 所以特别选了一个 好像非常明显 不应该这样做的一个 来用45万 来付被驱逐的移民的事情 美国人还有30%的选民 其实是支持的 那讲到经济 至于说 他的这些内阁官员 或者是这些左派的国会议员 会说这些动辄上兆美元 能够有税收 这个只能说 要不然就是骗子 再不然就是白痴一点 因为实在不需要做太深入的分析 就知道这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话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会相信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警醒 原来这有一个共生体系 那我们能够做的当然就是 注意 然后呢 有勇气把这些 不正确的把它指出来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不要轻易相信 许多所谓的英文主流媒体 比如说 通俄门已经确认 事实上是一场 只需乌有的骗局 是犯法的 事实上 难怪特别检察官都很 他已经开始起诉 其中一个分析师 那个分析师 因为他承认对联邦调查局 FBI撒谎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左派主流媒体 他们在这些上攻击前任共和党 包括川普总统 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Washington Post 有说他的不符合 根据这个起诉之后 这个新闻就不通过 这样一个事实的品质 至于其他的CNN MS NBC LA Time New York Time 也都心若寒散 没说话 你想一想 这件事情 这几年下来 起码说了几百遍的事情 到错了之后 也只有一家 就讲了这么一次 第一个 当一个不正确的 具有重大杀伤力的 一个全国性的新闻 讲了多少次之后 只一次来说 把这个新闻撤回 而且也没有提到自己 应该负的责任 这本身固然总是比 另外的几家好 但实在是远远不够格 就那几家 那更是死不认错 所以鼓励大家 对于这个所谓的 英文主流媒体 这些左派 你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 不要上他们的当 那么我们选民 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真的是 要有一个独立的观察 思考 然后发现这些 不合理的事情 再多的人讲 再多骗 他虽然很多人 会开始有点动摇 但是他将来是错误的 仍然是不对的 所以不只是 这些舞台上的政客 我们也是要对 整个的生态体系 选民 还有左派新闻 我们都要发挥 我们的道德勇气 和我们的沟通 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 在这个季节当中 都可以变得格外的重要 当然在其中选举 以及在2024年的选举 选民仍然应该自取的 用手中的行动选票 来将属于选民的国家 能够拿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欣赏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 订阅点赞 并且跟朋友们分享 越多的人知道正确的观点 有这样道德勇气 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明白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您 我们下回见